前文在族的書籍上一回 話說陳家樂救了顧金彪一起走回來火圈 顧金彪這個惡賊 印章仇報 突然將燒著的樹枝對著陳家樂的臉飛過去 陳家樂頭一抖 那條火子一啪飛進火圈裏 胡錦彪跟著迎面有一拳 他八十一路長拳廣告的是勢勁風銳 出手快捷 一拳剛剛發出 第二拳跟著又到 陳家樂見他只是眨眼就意願報得 心很生氣 右手一伸就拿他墨門 左手一招金針道劫 直刺他面滿 就是百花錯拳當中 一招用手指當劍洗的招數 顧金彪從來沒見過這麼古怪的拳法 疾了一下 連亡倒退 誰知道左腳踏在一隻鵝狼的身上 痛到那隻狼就嘮嘮嘮喊 嘮嘮嘮咬 陳家樂一招得世 不讓他再有回手的機會 掌劈指插全部都是百花錯拳當中最厲害的招數 藤一雷啊 蝦俠台站在火圈旁邊觀戰 看見他這一路拳法度感到還高害怕 陳家樂左手雙指 斷向對方的太陽 inner Fucking 顧金彪伸手擋格,回敬拳,想著他一定會後退 誰知他竟然不理,飛起左腳,啪聲 顧金彪又被踢中,當頭一個梁槍 右拳被陳家洛拿著,陳家洛運力一拖 看著敵人向後一撮的時候,突然改拖為送 顧金彪又是出其不義 自己的力,再加上敵人的力,哪裡站得穩 當頭整個打按摩向後點 你一腳跌倒,就不得了,四肢堅持著那些狼 即時會湧上來,整個人都溶了 顧金彪在危急之中,一個鯉魚打停,突然整個人飛起 左掌輝落,將一隻向上撲來的鵝狼打跌 借死在空中一個關斗,頭上腳下順著下來 誰知陳家洛左腳一點,就在他旁邊斜飛而過,右手揮了幾下 已經分別點了他左腳腳爭,和右腳大腿的穴道 當顧金彪雙腳著地的時候,在哪兒站得穩 心叫聲,輸了,雙手在地上一撐,還想起身 那些狼又在四面八方撲到來,陳家洛比他更快 伸出右手握著後心,踏了他一圈 顧金彪這個人確是狼的 他下半身雖然不能動,誰知他大喊一聲,雙拳齊發 猛力對著陳家洛的胸口打到來,想和他判同歸於盡 陳家洛罵了聲,惡賊 左手兩指奇快如蜂,又在他中虎旋機兩個縣上面一點 顧金彪雙拳打到半老,手突然一下就蹲下 陳家洛把他的身拼了一圈,迫開撲上來那些餓狼 就想將他向狼群裡面扔過去 霍青桐說,不要殺他 陳家洛當堂醒了,是的 就算殺了這個人,還是敵中我寡 而且跟騰蝦兩個人結成死仇 不如暫時放生他做人情 自己跟張趙仲搏鬥的時候 他們或者兩邊都不幫 於是手臂一縮,轉了方向,將他拋入火圈 然後自己飛身踢進來 蝦合台接著顧金彪 陳家洛才落地 那這一次拿一條命來輸倒 終於是陳家洛贏了 他正想上前跟霍青、鄉鄉公主說話 霍青和忽然喊 但是,跟著後面 只覺得腦後風生 連亡倒下頭一縮 兩隻鵝狼在頭頂飄過 原來這兩隻狼看到已經盜口的好東西又進了火圈 鵝狼真的緊要那頭 鼓起勇氣就跳進來 有隻鵝狼直撲香香公主 陳家洛立刻衝上去 拿著狼尾 出力拔 那隻狼痛了 反過來 狂叫 同時另一隻狼也撲足過來 陳家洛反掌斬下去 那隻狼側頭一臂 這一掌斬了一條頸 打到他在地上滾了一滾 他又撲上來再咬 那時候 霍青同調轉短劍 病前瞻後就向著陳家洛頂過去 說 接著 陳家洛伸手一刀就拿著劍柄 挺劍向左邊的大狼刺下去 這隻狼很大隻 別看他大隻 十分靈活狡猾 閃避騰鑼 陳家洛連刺兩劍都被他避開了 這時候 火圈之外 又有三隻狼跟蹤跳進來 一隻 被哈俠台用摔膠的手法 拿著頸下 踏出他的圈外 另外一隻被張召仲一劍斬為兩決 第三隻 和陳一雷在打 哈俠台把顧金彪帶回來的樹枝 加旺火頭 那些狼才不敢繼續進來 在這邊 陳家洛的挺劍向左虛刺一下 那隻狼怎麼知道他是虛招呢 不是向右閃避 怎麼知道短劍早就收回頭了 由右方猛刺下去 這隻狼這時候怎麼都避不開了 在他亦是情急置身 突然張開口 咬著劍鋒 陳家洛出力向前 慫 那隻狼的舌雖然被割傷了 但他亦知道這個生死關頭 忍著痛咬到實實 陳家洛出力向後拔劍 那隻狼死都不肯放鬆 整個身被陳家洛滴起來 兩排牙在劍封上面 好像生了筋一樣 陳家洛心急了 那隻狼一側 那隻狼的眼睛 那隻狼就向後一向 他手當時覺得鬆鬆 那把短劍終於拔出來了 整班人只覺得韓光一閃 短劍劍風之上 紫光四射 陳家洛這一掌 將那隻大狼打到頭骨破碎而死 但他的口算 還咬著缺劍身 人人都覺得很奇怪 那把短劍明明在陳家洛手 又沒有斷 狼口裡面的劍身又從何而來呢 又 陳家洛走過去 左手三隻手指 捏著半缺劍身向後一拉 誰知道那隻狼雖然死了 兩排牙還好像鐵鉗一樣緊緊咬著劍身 他右手用短劍在狼的上額一割 那些筋骨是應手而斷 直接好像切豆腐一樣 他覺得很奇怪 那他那把短劍看看 嘩! 臉覺得一陣寒氣逼過來 真是無骨悚然 劍風發出形形紫光 都已經不是霍青和送那把劍那樣了 但是劍柄仍然因無一樣 他更加不明白 還要進去狼口裡面的缺劍身 這樣才發現 劍身中間是空的 好像劍鞘一樣 把短劍插入劍鞘 完全吻合 原來這一把短劍總共有兩個劍鞘 第二層的劍鞘又開了口 劍尖又非常豐富 看到那個人當然以為這個就是劍身 誰知道劍裡面 另外還有一把斬金斷玉 風利無比的寶劍呢 霍青和送這把短劍的時候 曾經說過老一輩相傳 在劍內穩藏著一個極大的秘密 一向都沒有人猜得到的 今天如果不是機緣巧合 被大狼死命地咬著 兩邊出來抓 這樣才拔出第二層劍鞘 否則 又誰想得到這一把鋒利的短劍裡面 竟然是劍內有劍才行 這時候 騰一雷已經把火圈裡面 最後一隻狼打死 先不先就解開 顧金錶被點的穴道 然後拔出匕首 割了四隻狼被 在火樹燒烤 霍青和說 快點拿開 你們不要命 騰一雷惡言 你說什麼 這些鵝狼聞到巧玉的香脆 哪還忍耐得住 騰一雷的心想沒錯 連忙的開女狼腿 不敢燒烤來吃 顧金錶坐在樹 喘了一輪氣 把他身上六七疊被惡狼咬傷的大傷口 包紮好 至於那些比較小的傷口 一時之間都不理得那麼多了 只覺得飢餓難頂 拿起狼腿 鮮血淋來 就猛咬 香香公主 就把短劍拿著手來玩 他裝下第二層的劍槍 裡面有一顆白色的東西 搖了幾搖就倒不出來 他就拿了一支細樹枝 在劍槍裡面輕輕地搖一下 搖了一顆白色的丸子滾出來 陳家樂和霍青銅見到很奇怪 走過去仔細看看 哦 原來是一顆臘丸子 陳家樂問霍青銅 打開來看看好不好 霍青銅就說好 他輕輕捏 就捏一顆臘丸 裡面有個小紙團 攤開紙團看看 是一張蟬翼這麼薄的沙紙 上面寫了很多字 都是古代的回文 旁邊還畫了一張地圖 畫到蜘蛛網的蜜 張照仲看見他們發現了這張紙 拿柴天火走來走去偷看了幾眼 看到紙上面寫的全部都是回文 一個字都不懂 大失所望 陳家樂對回文雖然懂得一些 但又不是怎樣精通 紙上面寫的又是古時的文字 完全不明白他的意思 於是那張紙就躺在霍青銅前面 霍青銅一邊看一邊想 看了半天 就摺了張紙袋 放了三袋 陳家樂問 那些字是說什麼的 霍青銅不回答 躲低頭在想什麼 鄉鄉公主知道他姐姐的脾氣 她就說 姐姐在想個難題 你不要打擾她 霍青銅用手指在沙樹冬畫下 西畫下 就畫了一個圖形 看看一下 抹了去又再畫一個 後來就坐下來 抱著膝頭慢慢想 陳家樂說 你的身子還這麼弱 不要想那麼多 紙上的事一時想不通 就慢慢再想 現在再籌劃一下 怎麼脫險的辦法緊要 霍青銅說 我想的就是既要避開那些惡狼 又要避開那些人狼 講完 用嘴響著張召重他們 腦一腦 鄉鄉公主聽見姐姐叫他們做人狼 名字改得這麼新鮮 就拍手笑起來 霍青銅又想了一陣子 就對陳家樂說 麻煩你站上馬背 向西方那邊看 是不是有一座白色的山峰 陳家樂聽他說 就牽著白馬過來 跳上馬背 定眼地向西面看 遠遠雖然也有很多山 但是不見有一座白色的山峰 再仔細地看多一陣 仍然是不見 這樣就對霍青銅頂頂頭 霍青銅說 照張圖上面所表示的 那座古城離開這裡沒有多遠 你應該是見到山峰的 不過 陳家樂就跳下來問 什麼古城 我世事聽人說 在大沙漠裡 埋了一個古城在那裡 這座古城本來是十分繁榮富庶的 聽說有一天 突然刮大風沙 好像山仔那樣的沙丘 一座座被風捲起 就扎在古城上面 城裡好幾萬人 沒有一個能逃跑出來 妹妹 這些故事你知道得最清楚 你告訴她吧 鄉鄉公主就說 關於那地方有很多故事 不過那座古城 誰都沒有親眼見過 不是不是 是有很多人去過 不過很少有人能有命出來 據說那裡有無數金銀珠寶 有人在沙漠裡蕩失了路 無意之中撞進城裡 看到那麼多金銀珠寶眼都花光 當然開心得不得了 把金銀珠寶放在駱駝上 想帶走 但是在古城四周圍轉來轉去 無論如何都離不開那個地方 陳家洛問為何 他們說 古城的人 一天之內都變成鬼 他們很喜歡這個城市 死了之後都不肯離開 那些鬼又捨不得財寶被人拿走 所以就迷著人 不讓人帶走 不過呢 只要放下財寶一件都不帶 就很容易出來了 陳家洛說 就怕沒有一個人肯放下 霍青銅說 那不就是 看到那麼多金銀珍寶 誰肯不拿 他們還說 如果一點財寶都不拿 反而在古城的房屋裡放下幾兩銀 那井裡面還會湧清水出來給他喝 那些銀放得多 那些清水就越多 陳家洛笑了 那些古城的鬼也太過貪心了 鄉鄉公主說 我們族裡有些人欠債母法子 就去找那個地方 總是一去就沒有回頭 聽說有一次 有一隊商隊在沙漠裡救了一個半死的人 他說曾經進去古城 不過出來的時候 走來走去 只是在一個地方繞圈 他見到沙漠上面有些腳印 以為有人走過 於是就跟著腳印慢地追 誰知道 這些腳印其實就是他自己的 就是這樣繞來繞去 終於搞到精疲力盡 踏在地上來不起來了 那個商隊要他帶大家再去古城 他怎麼都不肯 就算是把古城裡所有的財寶給他 他都不願意再踏入鬼城一步 陳家洛說 在沙漠上追著自己的腳印圈 這件事想起來都覺得可怕 鄉鄉公主說 還有更可怕的事 他一個人在沙漠那裡走 忽然間聽見有人叫他的名字 他跟著聲音走過去 誰知道就沒有聲音了 什麼都沒有看見 就這樣就當失路了 陳家洛說 有人忽然間發現了這麼多財寶 歡喜過頭 他的神智一定有點失常 沙漠的路就很難認 動一下就走不回來 如果他下了決心不要財寶 頭腦一清醒就容易認回路了 都不一定有鬼迷人 霍青銅說 藏在劍鞘裡面那張紙 就是去那座古城的路徑地圖 陳家洛聽了忍不住 那聲音 鄉鄉公主笑著說 我們又不是想要那些金銀財寶 就算拿到早落 那些鬼也不肯放人走 這個地圖沒有什麼用 到時這把劍好 這麼鋒利 遇到敵人的兵器的時候 怕碰一碰就削斷它 說完 他就蒙了三條頭髮 放在短劍的封印之上 聽爹說 真正的寶劍吹無能斷 不知道這把劍行不行呢 說完 他對著短劍的封印吹一口氣 三條頭髮當堂斷為六段 歡喜到香港公主慢地拍手 霍青跟我拿出一條絲巾拋起它 那絲巾就慢慢地飄下來 他舉起短劍一筆 絲巾當堂分為兩血 張照仲和關東沙漠 見到齊聲喝彩 哎呀眼紅啊 整個人都生氣了 陳家洛說 寶劍雖然是你 殺不殺那麼多惡狼的枉言 霍青同說 地圖上畫得很明白 古城是環繞著一座山峰見起來 照圖上看 那座山峰離開這樹沒有多遠 你已經可以看得見 怎麼連影都沒有呢 真是想它不通 香香公主就說 姐姐 你無謂浪費這樣的心機了 就算找到山峰又有什麼用呢 為什麼沒有用呢 到時我們就可以走去古城那樹 城裡面又有屋 又有堡壘 避些狼群就好 在這樹多多聲了 陳家洛說 沒錯呀 就是跳起來站上馬背 向著西邊定了眼看 只見天空白茫茫一片 哪裏有山峰 張照仲和關東三摩 看到他們猛講猛講 偏偏一句話都聽不明白 陳家洛又兩次站上馬背來瞭望 不知道搞什麼鬼 張照仲他們很私宜 他們四個商量逃離狼群的辦法 談了半天毫無結果 這個時候 香香公主拿乾糧出來分給大家吃 她一邊吃 一邊想起自己養的小鹿 不知道小鹿有沒有東西吃 又吃得飽不飽呢 她擔高頭望著天出神 忽然間她叫 不是 姐姐你看一下 霍青和順著她的手指望上去 只見在半空之中有一個黑點 動也不動 停在一個樹 就問她 是什麼 是一隻鷹 我看著它從這裡飛過去 為什麼忽然間在半空中會停不動 你眼花而已 不是不是 我清清楚楚看著這隻鷹飛過去 陳家樂說 如果不是鷹 那黑點會是什麼呢 不過如果是鷹 又怎能在空中停不動 真是奇怪 三個人看了一陣 那些黑點突然間移動起來 越近越大 轉眼間 果然看到一隻黑鷹在頭頂飛過 鄉鄉公主慢慢舉起這隻手 撥一下被風吹亂了頭髮 陳家樂看著她的手 這隻手好像肉那麼白 襯著那件雪白的衣裳 她忽然間醒了 她對霍青銅說 你看看她的手 霍青銅看著妹妹的手 她說 客絲麗 你的手真的好看 鄉鄉公主微微一笑 陳家樂說 她的手當然好看 不過你有沒有留意到 她的手因為很白 在白衣前面 簡直分不出什麼是衣服 霍青銅說 那又怎樣呢 鄉鄉公主聽見她們談論自己的手 有點害羞 她的眼睛 她的眼睛 陳家樂說 先是那隻鷹 是蹲在一座白色的山峰的頂上 霍青和大聲叫上來 沒錯了 那邊的天 白得好像羊奶一樣 這座高峰一定也是這樣顏色 遠遠望過去就見不到 陳家樂說 沒錯了 那個鷹是黑色的 所以看得清清楚楚 鄉鄉公主現在才明白 他們談的原來是那座古城 她問 那我們怎樣去呢 霍青銅說 那就要好好想想才行 她拿出地圖又看了一會兒 她說 等到太陽再偏西一點 如果那座真是一座山峰的話 地面必定有影 這樣就能夠計算出古城的路程遠近了 陳家樂說 我們千萬不要露出刑跡 讓那些壞蛋猜我們不到 霍青銅說 對 我們大家現在要說這隻狼 陳家樂就拉了這隻死狼過來 三個人圍起來坐在樹商量等著怎麼去古城 但是那隻手不停地指下死狼的鼻子 又拉了一條狼毛來仔細觀察一下 又抹個狼嘴看看牙 過了一會兒 日頭漸漸偏西了 在沙漠的東面果然出現了一條黑影 這個影越來越長 好像一個巨人躺在沙漠上面那樣 三個人見到很高興 霍青銅在地上畫了圖形來計算 他說 這裡離開那座山峰 大概是二十里到二十里左右 他一邊說 一邊就把那隻死狼翻到身上 陳家樂就拿著狼腿 摸牙爪 他說 我們如果再有一匹馬 加上那匹白馬 三個人應該可以一口氣急衝二十幾里 霍青銅說 你想我發指 讓他們心甘情願地放我們出去 好 讓我們嘗試 陳家樂講完 隨手用短劍劈開狼腹 各位 肉之後事如何 請聽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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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非 該